又带狗子出来改改了 哎呀奶奶腿的 今天早上六点五时就把我给叫醒了 我还困着呢 就给我叫醒了 这现在改改上瘾了 真是 刚才教我老公把窗帘也拿下来了 交给女佣去洗 他俩玩上了 那窗帘老脏了 我的妈呀 自从住进来我就忘了 就也没洗 里面可多灰了 快把让子给它弄出来 可多灰神了 这窗帘我还以为多难拿呢 他就是未来未来 这个有个拼 挂在这里 然后一好就掉了 所以教女佣把它给拿掉 你看这几年就没脏了洗 老脏了 现在这个窗帘 今天和明天是在家 他可以帮助你 把窗帘拿下来 然后把窗帘拿下来 然后把窗帘拿下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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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时间也是空着的 那只是说儿童房呢 没有那个大的风扇 所以的话 他现在还是喜欢 就是在客厅 就是开着风扇睡觉 我们家客厅因为很大嘛 又很凉快 他现在也是很喜欢 在客厅睡觉的 然后那个matrix 也是我朋友给的 就是新的 没有用过的matrix 然后枕头啊枕套 什么都给他准备的 好好的 所以就是女佣 在我们家里 其实过得是很好的 关于那个摄像头的 那个问题啊 我客厅原来就 已经装了摄像头了 跟房间啊 这边就是 云县是为了监视狗的 然后后面呢 确实有家装了一些 摄像头 比如说装在儿童房 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家里面 即将有小baby的话 如果你能够做到 就是不安摄像头 你放心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我选择我要安 而且这些 安摄像头这些东西 在面试的时候 都已经提过了 就是包括他要住在哪里啊 什么样的 这些东西全部都提过了 他都是同意的 然后呢 安摄像头这个事情 第一天到家 然后就已经让他签了字了 所以说有些担心 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我的女佣是不介意的 那种 而且摄像头的话 其实以后如果讲真的 就放心了之后 那摄像头就是 就关掉也就OK了 现在因为 尤其是前面这段时间 你确实是要观察一下它的 那隐私的问题 我的女佣的话 我现在给她在 SORRY书里面 空下来一个大盒子 让她正能放她的衣服 那些东西的 日用品什么的 然后她换衣服啥的 完全可以在里面换 里面是完全没有摄像头的 然后厕所也是 就是那厕所 基本上就她自己用 然后就 她在里面做什么东西都 她有时候在里面 待很长时间 我也不会管她 只要她一天的工作 做完了就OK了 女佣的作息时间 我是根据别人的 那个女佣作息表 然后给她理出来的 起床时间的话 别人写的就是6点 我这边已经改成了6点15 6点15 然后15分钟 给她洗漱 整理自己的东西 然后6点半开始 就是洗衣服啊 烧水啊 然后准备早餐啊 什么的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7点都她准备好了 我们也起床了 就是比较迎合我们的时间 然后就是 其实让她6点15起床 但是基本上 她搜发到现在 有差不多快一个礼拜了 她就只有一天是准时起来的 其他的话 都基本上可能6点半 有一次最晚是7点起来的 我们也没有计较 7点起来那次是周末 然后周末的话 我们本来就起来 稍微晚一点 我也不会计较的 就这个起床时间的话 基本上她都晚了 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她只要把这个进程赶上来 不耽误事 我都不会计较的 然后她睡觉的时间的话 基本上她的工作 9点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让她去洗漱啊 就结束工作了 然后9点过后 比如说是周末的话 我就会把她的手机交给她 那我们协议上写的是 每个周末的话 只能用一个小时的手机 但是的话 我基本上从9点给她 然后11点她再交还给我 有时候超过了 11点15 10点20才给我 我也不会怎么说她 就因为也要理解嘛 像我们的话 我们每天每时每刻 感觉都独离不开手机 你又怎么能要求她 就是对吧 用手机的话 那么苛责呢 所以说我基本上 你看每个周末的话 给她每一天 两个多小时 用手机的时间 我觉得也是可以了 过这段时间观察 我觉得我女佣也是 本身就是那种很好学的 你看她做菜什么东西 我告诉她了 她记不住 她就自己记笔记 然后你告诉她什么东西 基本上怎么铺床 那怎么用这些东西啊 什么的 她就是交代一两遍 反正她就基本会了 就还可以 学习很厉害是OK的 今天中午 叫女佣给我老公 卡了这个鸡腿 Smile good 然后现在在帮我煮水饺 我们现在就是 在家吃饭比较多了 然后小哥在家 不上班的时候 或上班比较晚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饭 然后一边看Friends 来 吃饭咯 小哥只想吃这个鸡腿 吃饭咯 你看她肠的呀 哈哈 晚餐 女佣把我们炒了 那个韭菜炒鸡蛋 我就告诉她怎么做 她就自己做出来的 还可以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没事 爹爹亲她抱她 她就是这样躲的 哈哈 又啃又咬又躲 你再亲她 你再亲她 我们不是在家 我们不在家 我们不在家 我们在家 我们不在家 我们不在家 但是我们只是朋友 然后我们在一夜 喝了 你怎么把她扒了开 哎呀 哎呀 刚才Shopee的人过来 来送货 小哥哥给我 给我订了一个充电器 Anchor 跟她自己的充电器 那个牌子 那个充电宝 那个牌子是一样的 她那个比较大 她帮我订了一个 没那么重的 这牌子还不错 我们那个用了 多长时间了 那一块 几年了哈 日本那个Crip 呀 那好久了 好几年了 三四年了 三年多了吧 应该有 这个牌子其实 人爬单的世界 就是 而且会贵 嗯 对 真不错 这多少钱 50块 50块 50块还不贵 哈哈 他们那个是可以扣了 扣完了50块 80多 还几个块 这么贵 哦 那算 反正好牌子的了 这个人是百多块 哇 那这么贵 怪不得那么好用 因为我用普通的powerbank的话 他有时候充着充着就充不进去电了 我有另外两块都不怎么好用 呀 而且还有电锅子 是了是了 哎呦完了 逃出来 我跟小哥哥 我跟小哥出去看电影 然后 叫狗子在家里 跟女傭在一起 然后他就要偷偷跑出去 干嘛 干嘛 哎 忘了蹲 哎呦 哎呦 快蛋了 不要快蛋了 他知道我们要出家 他就是要逃跑 逃跑了两次被抓回去了 好了 你住在家 你住在家 待会儿 门要关闭 很大 嗯 OK OK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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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地妈咪等一下要回来哈 我们刚刚在讨论说 在商场 要不要戴口罩 政府已经规定不需要戴了 但是我们看大多数人还是有戴的 小哥讲他不想戴 哈哈 他很闷 哈哈 我先去看这个戏 大概两三年了 嗯 够了是吧 哦够了 我还是戴吧 我这两个人呢 我需要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儿子 我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做工夫 我都不做工夫 哈哈 嘿嘿 小哥每次我们俩去看戏的话 都是拿着一个大包 然后 往常的话里面就是三点麦当劳 啥的 哈哈 野链啊 拿进去 人家也没有检查的 其实 只是不是那么 不要太高调就好了 今天没有买 今天吃完饭来的 他们也算今天没有那么迷 对 其实很多人都带进去的 不要弄脏 他们对方的 对 然后 我们每次戴两三件冷衣 今天戴两件冷衣 加上家里的一个blanket 这家应该足够暖了 要买爆米花 RUK Family Combo好大 哇 哇 那水不滑 嗯 嗯 可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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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两周之前看的是这个吧 都 Love and Thunder 然后 今天要看的是Top Gun Top Gun 没有看到Top Gun的那个poster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看完电影回来了 然后女佣跟狗狗都还在客厅 女佣在坐在沙发上看书 然后他们都没有睡 还等着我们回来 我告诉他让他们让他先睡 然后那个今天我们看的电影是Tom Cruise演的 关于飞行员就是开战斗机的飞行员的那些故事 挺好看的 今天这个电影挺好看的 好了 嗯 好看 这些演员都是 就是真正受飞行训练的 是不是 他们有真正受飞行训练 就里面的很多那些场景都是很真的 就是真的是在那种战斗机上 在那个那种 啊 战斗机那个飞机上驾驶 就真正能感觉到就是比如说攀升的时候 那个脸上受的压力 往左往 往右飞的时候 就是那个脸脸都被挤压变形了 就那些就是蛮真实的 就是在我们出去看电影 这个时间哈 他把活干完了之后 我看他就坐在沙发上 就是去看书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扫了眼 他那个看的书应该是 英文学习的一个书 所以这个女佣的话哈 还是还是挺上进的那种 就还是挺爱学习的 因为他毕竟是大学生嘛 他大学第四年上不下去了 用缅甸打仗 其实也是挺可惜的 因为国家战乱嘛 国家内战没办法 缅甸的话 现在像他就是这么大的女学生嘛 很多都是被迫辍学了 什么大二辍学 他这个是大四辍学的 都都差最后一年了 就是可能文凭啥的都拿不到 觉得真的挺可惜的 然后他们那边 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没有工作的 甚至可能有的人就是家都都都没有了 真的也是挺可怜的 没有什么收入 我女佣她的家庭也是就是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有工作的 所以她应该是这个家里挣钱唯一的希望了 因为现在也战乱吧 所以很多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也都是想要出来来来赚钱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惜就是花六七个月的就是中介费 合到来可能新币都都三四千块钱新币这样子 就是她前面半年甚至七个月 挣的薪水全部都还给中介了 她也要出来 一是新加坡怎么样来说也是很安全嘛 二来的话在这边 就是能够赚到一些钱 就是换成缅甸的currency的话还是蛮值钱的